12月23号零点到15点 水阳市报告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属重型病例 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截至12月23日15时 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96例 治愈出院287例 死亡2例 在院治疗7例 目前上有22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12月23号15点到24点 辽宁省新增6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3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规 均属普通型病例 均为大林市报告 新增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水阳市1例 大林市3例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截至12月23日24时 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02例 含境外输入66例 治愈出院287例 死亡2例 在院治疗13例 目前上有23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12月23号 水阳市发现1例 韩国反省人员解除隔离之后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患者 经专家会诊定为确诊病例 针对这一情况 沈阳市卫健委昨天晚上 召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 第七场新闻发布会 定为确诊病例后 沈阳市立即进入战时状态 启动新冠疫情防控应急响应 集体开展医疗救治 有四六院即启动医疗救治预案 组建专家团队 制定救治方案 全力救治患者 目前患者体温正常 精神状态良好 正在对症治疗 截至目前 对排查到的密切接触者 七十一人 次级密切接触者 六十九人 已全部纳入医学管理 集中管控 并进行核酸检测 目前 一密十二人 次密接触者 三十三人 核酸检测结果 闻言性 沈阳市同时开展 一点消毒 对划定的患家 出租车 诊所 医院等 五十一个一点 进行中末消毒 并进行消毒效果评价 切断传播途径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 确定了患者 及密接居住的 两个小区 就诊的五家医疗机构 和两所学校 列为风险管控单位 全面落实 封闭管理 消毒和全员的核酸检测 等应急处置措施 目前 以采计生物标本 4835元分 检测 正在进行中 疾控专家建议 广大市民增强 疫情防范意识 在公共场所内 佩戴口罩 保持手卫生 和社交安全距离 集体就餐时 要做到使用 公块公勺 以及分餐制 吃熟食 不喝生水 坚决不生吃海产品 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 都能保持积极的心态 继续抗疫 保护自己 避免染疫风险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